北非摩洛哥偏遠村落有一名五歲男童 日前是跌進了32公尺的深井當中 至今已經受困超過4天了 畫面上您可以看到救援人員 已經把氧氣跟水送到井底給男童 但是由於井的開口直徑是只有45公分 再加上周邊的土質很鬆軟 如果救援不勝可能會發生貪荒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